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位接受采访人的风采吧 悠悠16岁时就来加拿大沃泰华读中学 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半工半读 在经历多种工作之后 她产生了创业的愿望 想到创业 小两口有些冲动 迫不及待地就接下了一间 正在售卖的泰国风味的餐馆 第一年的不顺利 没有打击悠悠两口子的信心 悠悠又去读了MBA 对餐馆重新设计了一套系统来管理 同时让老公去其他餐馆的厨房上班 学习和借鉴厨房管理和菜色多样化的经验 2013年 她创办了具有麻辣风味的川菜馆 她亲力亲为 从进货渠道到上桌评价 甚至服务员和船菜员的培训 都严格把关耐心指点 顾客越来越多 菜色品种不断扩展 生意很红火 同时 他们又以温和的态度和热心工艺事业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 朱本峰来自深圳 曾经是一位化学工程师 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 与易经结缘 有一年 她在汕头出差 诸事不顺 烦恼之下 走进了一间书店 一进书店呢 就看到这本书 这个是邵伟化老师的 邵伟化老师的一本 这个周易预测学 随后几年 朱本峰拜访了该书的作者 还研读了大量有关易经的书籍 除了自己潜心专研 朱本峰也积极与朋友们分享交流 一群易经爱好者 围聚在她周围 定期学习各类典籍 目前 她所教授的学员 已经超过200多位 随着对易经深入了解 朱本峰愈发重视研究和传播 她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和自然哲学 在朱本峰眼中 易经的内涵包罗万象 透过8864卦来解析人生和哲理 即便对现代生活 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加拿大的很多家长 会在春假期间 安排孩子们出去旅游放松 而有这么一群孩子 他们每年都利用春假宝贵的一周 自己前往中国的农村 做义务支教活动 这个活动的发起人 是11年级的学生 邓朗欣阿瑟 阿瑟五年级的时候 随父母移民来到加拿大 她参与过众多社会公益活动 包括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等 两年前 她在老师的帮助下 发起回中国义务支教活动 经历了不少困难 付出了很多心血 我们最重要带给他们的东西 就是提升了他们对英语学习 以及对学习的兴趣 我们告诉他们知识的重要性 看到自己的辛苦付出能让那么多孩子受益 阿瑟和小伙伴们感到特别的兴奋和开心 正是这份收获的喜悦 还有身边小伙伴们坚定的支持和无私的付出 阿瑟下定决心要把义务支教活动一直坚持做下去 韩文迪从小就学习游泳 一直游到了八级水平 在七岁那年开始参加花样游泳训练 到如今已经是第六个年头 父母亲也非常支持文迪选择花样游泳 在过去六年的训练中 文迪的技术飞速进步 多次随队参加大大小小各种赛事 去年他所在的队伍 不仅囊括了安省全部比赛的冠军 还在加拿大花样游泳比赛中 取得了11到12岁组全国冠军 花样游泳这项运动 不仅让文迪练就了良好的体魄 也锻炼了他的意志 培养了他的自信 文迪喜欢科学和历史 爱好读书 他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中文 虽然在加拿大出身长大 但是一口中文说得很是漂亮 在中文学习上 老爸韩明辉是最大的工程 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 是11代送给12代们 最好的礼物之一 舞台区的导演高飞 曾经在国内一所重点大学 担任文学教授 教授影视艺术 被学生尊称为船长 2015年 他移民来到多伦多 一方面陪孩子读书 一方面熟悉和融入西方文化 船长喜欢交朋友 也喜欢分享自己 在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验 最初他打算建立一个微信群 方便大家讨论 没想到只用了12个小时 就聚集了500人 这让船长看到了北美教育的需求和商机 许多参加船长讲座的家长 都称赞他为大家谋举公益 不过船长却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商人 他通过向家长免费提供有效信息 帮助专家和机构传播知名度 以及为平台积累权媒资源 来建立三方共赢的商业模式 除了线上线下的讲座之外 船长也不遗余力地通过活动和媒体 来传播他的教育理念 张书伟则在四岁的时候 就跟随父亲学习跆拳道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 就达成了需要两到三年 才能完成的黑带一段的目标 六年后 他随父母移民温哥华 2012年张书伟大学毕业 他没有选择去找工作 而是回到家里的跆拳道训练馆 继续展开他的跆拳道教练生涯 2016年 张书伟把他的跆拳道馆 从家里搬到了商业区 三年多了 有两百多位学员 张书伟和他的教练团队 保持一致的教育理念 就是希望通过跆拳道的训练 来帮助孩子们设立目标 建立自信心 培养他们刻苦耐劳的意志力 他希望未来几年 他们可以培养出 更多优秀的领袖人才 进一步拓展跆拳道的事业 YSY和Will在武汉是高中同学 两人一起来多伦多上大学 也有机会 结交了其他喜欢嘻哈文化的留学生 此后随着基豪 原济豪 Sketch 苏如锦加入 一支新的嘻哈组合正式成立了 经过最初的磨合 嘻哈组合开始录制歌曲 拍摄MV 随着知名度上升 粉丝越来越多 他们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 也尝试了许多不同的表演风格 不久之前 新成员埃里 徐子轩也加入进来 2019年牛刀小事 他们报名参加一档说唱比赛 结果满载而归 Sketch和基豪分别夺得 美国和加拿大说唱比赛冠军 YSY也当选最具人气选手 这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而为了支持自己的音乐梦想 还在约克共度管理专业的YSY 在家人的支持下 开办了一家火锅店 这也成为他们日常聚会的一个据点 不管是篮球音乐 还是理想和未来 年轻人总是无话不谈 Kenny过去曾经做过住宅装修 于2011年转到商业装修里 万事开头栏 刚转到商业装修初期时 Kenny也经历了不少的磨练 也因为我们的公司太新了 所以你没有太大的机会 跟别人大公司去竞争 功夫不负有心人 Kenny的诚恳打动了一位大客户 他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 Kenny就这样一步一步打开局面 在市场上慢慢站稳了脚跟 为了长远的发展 各方面都不能有一丝懈怠 时间观念 还有那个幸运观念 还有当然呢 这其中不能少了一个质量的保存 Kenny刚入行时 不仅做这行的华人同行少 华人客户也不多见 但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加拿大各行各业 都更多地见到了华人的深意 创业道路上经历过的 种种酸甜苦辣 对创业者们来说都是财富 唯有经历过才可以变得更强大 每一次的回顾都让我们再次领略到 受访人的风采和精神 请您继续收看我们接下来的回顾 杨林是2007年移民加拿大 移民前一直在中学做化学老师 杨林感觉到在温哥华不太可能 继续她原来的教师工作了 就把自己的目标转移到保姆 清洁和月扫的工作上来 2012年她成立了自己的家政服务公司 为大温地区的客户提供月扫 海外保姆 不住家保姆 以及终点工 还有清洁等服务 杨林在这一行服务了多年 了解家政服务的品质 和与客户沟通的重要性 所以她对所派出的服务人员 事先都做好职业培训 由于杨林为人诚恳 得到了顾客的信赖 生意越来越好 杨林期望将来能够更多地 利用现代手法管理公司 让她的公司富有特色 更好地为客人服务 Vivian Wang看上去活脱脱 一个健身高手 但实际上在开办运动交友平台之前 她并不是一个运动达人 那个时候Vivian 有一份销售培训的全职工作 做这个平台完全是出于兴趣 纯公益性质的 因为这个概念是一个 很正能量的概念 所以很吸引人 然后人就自己就聚集起来了 然后因为活动 就聚集了很多的人气 有了人气之后 很多人才提醒我们说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 做成一个商业模式呢 对吧 然后也有很多人来问我们 要找教练 有没有推荐的健身房 运动场所 那这个不做白不做 这边有教练 这边有学生 对吧 那就帮我们匹配一下 就是这么无心插流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 Vivian的平台 涵盖了越来越多的领域 为双边客户提供起 更全面的服务 目前Vivian正在大力建设网站 计划在华人客户之外 还能开拓其他阻力的客户 把平台做大做强 来自广东的徐兰博 在中国创业多年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移民来温哥华 虽然以他的经济背景 不需要再找工作 但是当时他还不到40岁 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 我是购买了一个标本厂 就是原来是洋言的标本厂 他们退休了 然后就整个卖给我了 那标本师也带了我三年 经过几年的努力 徐兰博考取了 动物标本师的资格 并且跟本地的原住民交往 取得了他们的帮助 在收购毛皮和肉等方面 给予方便 同时他着手开发 全球的动物标本市场 由于动物标本价值昂贵 徐兰博都是亲力亲为的制作 虽然辛苦忙碌 但是他乐在其中 他还参加北美狩猎协会 并且逐渐成为头领 为社会和会员义务服务 受到大家的好评 1995年 马克来到多伦多 在银行担任软件工程师 两年后 他和同样在银行就职的妻子 June注册了这家公司 最初从银行咨询业务做起 同时也提供IT人才服务 2010年 随着公司走上正轨 夫妻二人开始把全部精力 倾注到这份事业上来 业务也拓展到IT解决方案 以及软件产品开发 IT咨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 为此公司组建了多元化的团队 上百名技术人员分布在各大银行 现场办公 主要负责人定期回总部汇报 此外 马克也经常拜访客户 组织金融行业技术交流 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反馈 来改进产品 提升服务 近年来 加拿大银行业的线上和移动业务 开始爆发 马克率领团队研发了应用软件的监控产品 成功跻身这个领域的领头羊 工作之余 这对康力也是体育运动和公益活动的爱好者 同时他们也参与公益讲座 帮助新移民了解加拿大就业市场 顺利实现安居立业 Angela是2009年移民温哥华 移民前在湖南做了十几年的妇产科医生 后来自己又去深圳开了诊所六年 积累了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 移民初期清心照顾孩子 事业上有一些失落感 Angela边学习边开始了她的翻译工作 没有经验 没有顾客 她的起步并不容易 她一直不断地学习和探索 加拿大与中国在政府制度 法律法规 教育商贸等诸多领域的不同之处 并应用于自己公司的翻译业务中 她的公司从一人工作室 发展到十几人的公司 从单纯的翻译 发展到现在拥有直排律师 多余种的翻译专家 商贸教育顾问的综合服务中心 她希望今后公司可以发展得更大一些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FRC每年在全球举办一次机器人大赛 仅仅在安省就有几百只高中队伍报名参赛 但是Minky有些特别 他们是由清一色华人学生组建的社区队伍 Minky最初有八个华人高中生 在地下室自发组建 随着口碑传播 更多留学生加入进来 大家每周聚在一起学习和交流 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打造理想的机器人 虽然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 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 但是这些年轻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角色 机器人制作不是纸上谈兵 华人留学生擅长计算和编程 但是现在还需要锻炼动手能力 忍受繁琐和枯燥的工序 通过团队协作来完成制作 调试和改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 赛前的精心准备帮助他们在预选赛中层层突围 同时也获得了其他队伍的尊重 他们与盟友共同努力 拿下了瑞尔森赛区的冠军 这群年轻人对自己有了更多期待 工建大学毕业后 曾经在进出口贸易公司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前往法国留学多年 于2006年移民来到加拿大 他对户外运动十分钟情 加拿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他如鱼得水 接触到射箭后 他对这项运动爱得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最后自己在万锦市开了一家射箭馆 创业者们在生意初期或多或少 都会产生一种雷同的感受 那就是理想是丰满的 而现实是骨感的 工建在经营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就是如何打开市场提高知名度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青少年客户 他不仅推出一系列适合青少年的项目 还潜心研究青少年射箭教学 射箭馆是工建的工作 也是他结识朋友的最佳途径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 他坚持为人诚恳 替客户着想的原则 所以不少客户最后都变成了 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Zena是2006年移民温哥华 移民前在国内主修企业管理专业 Zena是一位独立自强 敢闯敢干的女性 为了开拓自己的事业 她曾经辗转于商场酒店寻找机会 还曾经做过商业中介 都没有发现合适的创业机会 后来从事汽车修理工作的男朋友提醒她 考虑创办修车行 他们才锁定开修车行这个目标 十年来两口子尽心努力 从一点一滴做起逐步发展 终于把一间小车行 发展成为稍有规模的车行 由于Zena夫妇诚恳待客 加上丈夫的修理技术过硬 很快他们的口碑 就在客户群当中传开 他们也很快度过了 创业的艰难起步阶段 如今十年了 他们的车行已经是知名车行 他们用知识和勇敢 创造了自己的美好未来 观众朋友 第四集上半部分的回顾 就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节目的第二部分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新风采节目 2019回顾第四集的第二部分 希望他们的故事 能够再次激励大家 汉娜来自河北 小时候体弱多病 经常需要住院治疗 然后我妈就听 然后就带我去学游泳 结果我游完游泳一年之后 我妈再带我去做心电图啊什么的 然后一切指标正常 就很神奇 不但恢复健康 汉娜的游泳成绩也大幅提升 被选拔进入省队 开始了一面学习 一面训练的青年生活 而来多伦多留学期间 她也顺势在公寓里 做起了兼职的游泳教练 毕业之后 汉娜和扎斯汀放弃原有专业 决定开设正式的游泳学校 2016年 他们终于筹资 在列治文山买下了一块物业 一面经营学校 一面开始建设场馆 几乎投入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汉娜的教学卓有成效 俱乐部的学员 参加省内各项赛事 都取得了不俗成绩 回忆过去八年的打拼 Justin和汉娜仍然感激 当年自己那份 出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 没有顾虑 不怕失败 坚持不懈 直到成功 胡夏夏安波 孟凡婷伊丽娜 还有崔博然安 都曾经学习过 和艺术相关的专业 而且对花 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执念 所以三个人走到一起 开了这家花店 三个女生希望做出自己的特色 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在所有那些美好背后 是不为人见的各种辛苦 其实看花店其实小 但是其实里面 涉及的东西特别多 又加上其实我们做的东西 又比较广 其实我们虽然是三个人 但有的时候都觉得脑子不够用 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 三个女生少了娱乐休闲的时间 少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但是作为创业者 他们明白 有些付出一定要有 朝着目标前进的步伐 不能停 经过一段时间 共同的努力之后 如今他们在零售 婚礼 个人和商业活动领域 都开拓了很不错的市场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这让他们快乐而自豪 Tim王2003年移民温哥华 移民前在国内主修建筑材料学 从事建筑材料经营和承包 室内装修工程多年 移民后他也希望能够从事 与建筑相关的行业 为了能在温哥华从事建筑业 Tim很用心很努力 他从工地清洁工开始做起 几年内他把地基 屋架 水管 电器 墙壁等各个类别 都做了仔细的考察 也跟着学习木工 水工 电工 屋架子工等 当他碰到机会 可以自己独立承包建房时 他已经为自己铺垫了扎实的基础 现在他拥有一个专业建筑 和项目管理的公司 主要从事新房的建设 和商业楼盘的投资开发 Tim的建筑公司已经出具规模 他认为这只是开始 他希望以后能够把公司做得更大一些 能够与客人共同开发一些大的项目 温杰性格活泼 非常有活力 再加上身为两个幼童的妈妈 她习惯了每天面对孩子 于是想到了开办幼儿园 一家来自美国的知名品牌连锁幼儿园 引起了温杰的注意 那么我就开始越来越感兴趣了 所以就去总部 包括飞去了美国的洛杉矶去考察 去了解他整个学校的系统 之后回来就跟我的两个partner 好朋友就决定我们要在多伦多地区 开一个幼儿园 就是加盟他们 是这样子的 温杰和两个合作伙伴 主要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 教学则是靠专业的老师 温杰在没有招到合适的老师之前 宁愿少开班 就是为了保证每一个班级的质量 温杰的幼儿园 位于Aurora一个足以混合的地区 她大胆在学校里加入中文元素 没想到甚至还得到了 西人家庭的欢迎 幼儿园是温杰第一个正式的教育实业 工作繁多 责任重大 她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 辛苦可想而知 但得到的快乐也是显而易见的 她2001年随家人移民来到多伦多 而在即将入读小学的时候 父母却把她带回了深圳 也是在那个时候 她开始学习古征 2013年 当杨子回到多伦多读高中的时候 也开始痴迷于一种古老的乐器 空猴 遗憾的是 杨子在加拿大找不到与空猴相关的资源 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她接触到与空猴非常相似的西洋乐器 竖琴 虽然说我学古正是学着明乐 但是我在开始学竖琴之前 我一定对西洋乐已经很了解了 就是我通过自己的学习去 已经学了很多西洋乐的乐理 所以说我刚开始接触竖琴的时候 其实我上手特别快 大学期间 因为聚焦学业 她一度中断过练习和演出 但是对竖琴的热爱 终究把她领回了音乐之路 在确立音乐方向之后 杨子开始大量参加管弦乐团的排练和演出 同时也举办自己的独奏会 甚至远赴欧洲参加乐团比赛 九年级前 Nexi一直在中国生活学习 当有一天父母问她 是否愿意去加拿大尝试一下的时候 她虽然对大洋另外一边的这个国家不甚了解 但本能地对全新的生活跃跃欲试 一家人在沙省登陆安家 经历了最初的适应阶段 面对新的环境 新的起点 Nexi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努力学习之外 Nexi还积极参加学校的课余活动 Nexi顺利获得西安大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进入大学后 Nexi更加刻苦 并延续高中时期的好习惯 积极在课余参加社团活动 通过实践 锻炼 提高各方面的能力 她计划在接下来三年的学习过程中 多找一些不同领域的实习机会 为将来自主创业的目标打基础 Nexi还热衷公益活动 在高中的时候 她就和同学一起筹备建立了一个 帮助新移民学生的公益组织 2017年 Henry从一家机械资讯公司离职 创立了自己的机械解决方案公司 开始涉足3D打印 这个新兴的行业 技术上虽然驾轻就熟 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做过生意 Henry在创业初期 遇到了他在学术研究时 最容易忽视的问题 如何找到客户 怎样才能盈利 随着经验积累 Henry逐渐弥补了自己的短板 公司业务开始突飞猛进 覆盖了3D打印 3D设计 三维仿真 广告标牌等多个领域 许多加拿大人热衷于手工制作 而作为DIY的新技术 3D打印也逐渐普及到家庭层面 正是看到这一点 Henry决定开展3D教育培训 每个学生都会用打印机 都会去生产自己的东西 也会去设计 这样的话会非常地培养孩子的 想象力 创造力和他的天性 在迅速站稳脚跟之后 更多的机会和客户也接踵而来了 杜俊刚是2013年移民温哥华 杜俊刚从基本的体力工作开始做起 渐渐地做装修行业 他觉得做装修收入虽然不错 但是市场竞争激烈 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竞争对手 不多的行业去发展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失眠行业 这一块还是有一大块可能 可以做的 2016年杜俊刚组建了 自己的失眠拆除公司 公司运作初期困难不少 特别是他和员工的英文基础都不好 参与专业培训 以及与政府沟通都有障碍 后来以后我们做的过程 当中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是拍照片 留底 然后呢去和政府去用邮件 我再请一个这个懂英文的 用邮件和他来沟通往来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杜俊刚的拆失眠队伍 已经很成熟了 在大温很多工程当中 都受到了好看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20多个故事 欢迎观众朋友们对2019的采访故事 参与我们的网上投票 请浏览www.mandarinprofileaverse.com 为您心中所属的故事来进行投票 下周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回顾播出 观众朋友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